我之前之所以选择你 是因为我相信 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丈夫 哪怕只是协议而已 但是你一二再三三地欺骗我 挑战我的底线 我今天也郑重地通知你 如果你再这样 我无法容忍 不是 我想问一点啊 没搞清楚 是不是我们俩结婚之后 我谁都不可以见 只能在家待着 不能见朋友 不能见兄弟 不能见客户 都不可以 见客户当然可以了 你大可大大方方地告诉我 为什么要选择欺骗我 我也不想骗你 但是我怕你生气 你很容易生气啊 是因为你心里太清楚了 他们不仅仅只是你的客户而已 他们还是一群 可以跟你一起花天酒地 寻欢做了的庸俗女人 在你那儿买几个包 只是想炫富而已 在你的三观里面 可能他们是庸俗了一点 但是我希望你搞清楚一点 无论是庸俗的女人 还是买包为了炫富的女人 我毕业之后 能够留在上海活到今天 就是这帮老朋友老主顾 他们给我一口饭吃 我才活下来的 是靠你的三寸不烂知识 和鬼混生存下去的吧 鬼混 我告诉你 刘盛掌 在你这儿可能是鬼混 但是在我这儿 叫求生之道 我没有很显摔的家庭 我没有经济能力 我也没有很高的学问 学历就是这样 摆在这儿看着呢 我怎么立足啊 我在上海立足只能做到一点 让所有的客人 所有的女人 来到我店里面 高高细精地来 满意地走 就这样 我的工作 我的职责就是这个